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照護員每兩到三小時 替無法下床的長輩翻身拍背 這是老倫照護中心 每天的例行公事 你今年幾歲啊 72 72喔 他剛剛不是有回答說 他72歲嗎 其實他今年85歲 臺灣人口急速老化 需要24小时 全天候照护的中重度失能老人 越来越多 根据主计总处统计 平均100名65岁以上的老人中 就有近13人 因为生理机能老化 以及各种疾病意外导致失能 举凡吃饭上下床洗澡等日常生活 都需他人协助 有专家分析 人的一生在寿终症请前 将有7年的时间会躺在床上 老人照护需求提高 但长照法通过后 也带来许多问题 以台北市都会区来看 住宿型照样中心的经营 却是越来越困难 把私人设立拿掉了 你只允许法轮设立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象 它成长幅度一定非常之慢 那它这么慢的成长幅度 可以赶得上我们的老化程度 是赶不上的 主要还是出现在房租问题 所以在过去的十几年间 台北市大概从200多家的 小型安养机构 大概剩下只有90几家 那很多的机构 都是因为外移到外线市 包括桃园 宜兰 照护中心从都市圈出走 与蔡政府推行的 在地老化目标相距甚远 但人口老化快速成长下 老人的长照需求 只会越来越高 国家没有给我们这样的选项 然后我的在地是没有这样资源 这种需求走向地下的话 是一定可以预期 就变成你也很难纳管 那它的整个收托的品质如何 是很难去预期 当它不合法的时候 它其实收费很低 像这次新闻里面 一个月它收2万块 以台北市来说 你一般要3 4万块 你住户里自家 要4万多 5万多 升到6万 而除了机构外 许多家庭会选择外籍看护 但占了台湾外籍监护工中 高达8成的印尼 政府在今年初宣布 禁止劳工输出 以本国劳工的薪资条件 照护人力将会出现一大缺口 政府它也很努力的在 长照人才的薪资部分 加码这样子 但是当然老化的速度 还是非常的快 所以在台湾来说 很多的照顾产业的 这一块的人力 还是会有一些不足 土地费用人力三缺情况下 都会区合法的照护中心 一床难求 为了节省成本 不是从合法变非法 就是往高楼层发展 万一发生灾难 也增加救援的困难 蔡政府喊出下一个四年 长照2.0经费 将从50亿加码到400亿 但除了钱的问题 法规调整跟人力缺口 也是该尽速解决的难题 华语新闻林志鹏王长卢台北报道